福大医院今年首次办理医法族捶求课程 希望能够培养张哲每天养成归离运动的好习惯 台山区长郑淑明道场关切并表示 让张哲多走出户外可以借由运动放松心情 身体才会更健康 为迎接超高龄化社会新北医动养的动健康3.0计划 针对医法族群积极部件运动场域 以及注入专业运动指导 福大医院为促进社区长辈拥有健康的生活品质 今年首次办理银髮族捶求课程 盼能培养长者规律的运动习惯 其实我们银髮族的健康很重要 因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礎 你要不健康 那心上说你种子断的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还要有一个健康 我们还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捶求运动大家看起来 我相信你们为什么今天会来报名 你们就是最聪明的 因为今天这个垂球运动要用的是手 眼跟脑 这个可以怎么样 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 要活就要动 泰山局长郑淑明表示 借由运动可以放松心情 提升成就感 预防及延缓失能并健康促进 同时可以让长者多走出户外 并建立良好社交关系 一定要出来怕大 高朋友运动 所以只有好的运动 才能够促进身体健康 郑淑明区长指出 垂球是个老少嫌疑 温和医学且需首脑并用 越打越有趣的运动 福大医院办理的银法族垂球课程 期许长者都能为自己垂出健康的一球 记者吴宇轩泰山采访报道